诗意的表达要诉说的是语文的思想之美 人性之美 文化之美 正像著名的语文教育大家顾黄初先生所讲的 他说语文这个工具作为信息的载体 它在实际的运用当中 总是承载着人们所要表达的情 义 礼 序 因此在语文学科当中 学习语文我们同时也就学到了 人们通过语文工具所要表达的情 义 礼 序 这是语文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